富豪为了持久年轻,能有多平 布莱恩每年花费200万美金抗衰 每月156项身体监测 每天吃48种的膳食度冲击 从创下7个月年轻5.1岁的记忆 另一位抗衰大人,美国单亲妈妈克拉克 却仅花费每月106美元的健身和膳食冲击率 在全球长寿在线排行榜上 富豪布莱恩排名第6,克拉克竟排名第2 对比两者发现,抗衰并不需要高昂的花费 由此提炼出以下三个抗衰核心点 1.膳食营养均衡 根据自身情况,调解饮食结构 每日摄入适量蛋白质 膳食纤维,优质之类等 维持营养均衡 2.保持适当运动 循序渐进 以固定的品质健身运动 让身体动起来 3.膳食补充剂 膳食补充剂也是重要的一种 摄入入丁 无皮素等有益于抗衰的植物营养素 助力唤醒年轻 长久年轻并非饶不可及的梦 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膳食营养聚合 保持适当运动 补充膳食补充剂三个核心点 相信你将会遇见更年轻的自己